有什么感觉? 很开心啊,我跟他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感受到就是,就是一种团队精神吧,因为宅宅他本来就是很敬业,然后我们在戏里面很多长期都可能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拍,每个镜头导演都是蛮要求的,所以他就是跳海的部分特别的多,所以他在水里的部分,比在陆地上比较多。 但是那个时候天气很难,他还是停留在里面很久,所以我觉得真的他是比较辛苦,然后大家有会比较主动去交流一些就是过程当工作过程上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情绪比较轻松吧,所以我的自白开心啊。 对,第一次合作。 对,第一次合作。 之前可能对一些话在拍戏上面,我会自己存有一种幻想,就是因为曾经会遇过那种在表演上面很成功的一些其他的艺人,可能他们会有一种状态给你是有一种距离感,会有隔阂。 但是我没想到第一次合作,但是我没想到第一次合作,我就觉得,哇,我特别特别喜欢,喜欢情绪姐笑的时候,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很豪迈啊。 可以在那个,呃,现场比较严肃的气氛当中注入一种很活力的感觉。 对。 那春花喜欢宰的很亮,然后他喜欢你的笑? 我很喜欢他真的很,他很认真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就是你都会自己会很,我觉得就是很难得啊。 我不是说别人不认真,而是你是要每一个人在开幕的时候的情绪都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所以,我一天跟他合作,但是我看,我感受到他是很认真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我怎么说,直觉就是会拍得很顺利,因为大家都会想把这些事情做好。 所以一定会做好,像他刚刚说的,有些时候没有合作过的,真的平幻想他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就是需要很多组去,呃,摸摸,才可以进入那种默契的方法。 但是他就是一个很open,就是很经验的人,什么都可以直接谈。 这种没有所谓,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觉得非常好。 本来你这么说好,我就是两个思想片,就是什么特别的情绪,那么就非常喜欢这方面的作品,自己自己的作品。 你这,你过去的作品是不是,我觉得蝴蝶飞很难演的,我看的时候,你怎么去抓那种感觉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的环境。 所以说我看那个时候,我跟李明明演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默契是,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套影片。 我喜欢钱花姐跟那个,杨曹伟演的一个,那个双印。 你是一个很衰的那个,那部片。 不是,我知道啊,行运超人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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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一直很喜欢香港电影的。 对,我很低谱,那时候我也是一直被导演发的。 对吗? 走位走不对,打光。 什么错,所有不应该犯的错,那个时候的我都通通犯过。 反正看起来就很舒服就对了,我喜欢那种演戏的节奏。 为什么你喜欢他这个喜悦,你是很悲醉的? 没有,他就是演文艺片的男生。 这不是等了很多吗? 我觉得他就是,让人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很难得。 就是,就是欣赏嘛。 反正他还是喜欢他笑的。 对啊,笑的非常的。 怎么讲呢,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他笑起来都是,应该是给人家感觉都很天真的感觉。 是啊。 哉,这是第一次演杜婶儿的片子吗? 第二次啊。 嗯,对。 看你这次有没有他对你有什么新的一个要求,因为你们俩这个次的角色也是新加出来的。 第一次演的时候,我觉得杜导宝,他很保护我,他会把我当作一个小朋友,刚入行的朋友一样,来去对待。 那第二次,他这次让我很清楚,他就是,嗯,要把我当作是一个演员来对待。 那很多事情,讲的一些话,呃,的深度,还有沟通的方式,都会比较偏向,呃,导演跟演员之间。 那我觉得这次其实,收获蛮多。 嗯,骨仔给你那种演员。 骨仔啊? 呃,他就是一个大,就是一个,哈哈哈哈,我本来不好意思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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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老板了,大爷哥很像的。 他是一个,大哥哥,然后,嗯,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在,没有在戏剧上面合作过,但是,以前代言。 可乐的时候,呃,Petsy的时候,呃,我们有见过面,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我,我们第一次出来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当时的情形,他觉得,对,对我印象很深刻啊,或是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的外号叫宰宰,让他觉得很亲切,因为他的外号也有一个宰,所以他就说这个缘分真的求不来,所以我觉得这次真的很棒,有太多太多的贵人还有朋友在我身边帮助我完成这部戏。 你觉得你觉得布兰的一个黑呢? 前几年应该比较黑一点吧? 他就很白,回来一点点。 那现在说什么打跟公司? 不是他,是我。 为什么? 因为我都是黑白无常的这样子,然后把他打得很漂亮的时候,我都爆了,我都全都看不到我的表情。 当我是打在我身上的时候,他都变成一个非洲人,我完全看不到,只是看到他牙齿在里面。 很白,不是很困难你知道吗? 很困难你知道吗? 好,谢谢,谢谢。